今年双十国庆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是韩国瑜 很多人对于这次的国庆 做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中华民国的意向 因为过去在民进党的主政下 积极的去中华民国化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每一年在庆祝国庆 到底是庆祝哪一个国家的国庆 大家都觉得越来越混淆 所以今年韩国瑜强调说 要强调中华民国意向 我想请问这有什么不对 如果一些绿营的人士测意还有意见 难道你们对中华民国有意见吗 至于这次的执行单位是内政部 我也认为内政部应该充分的尊重 整个国庆的筹委会的决定 因为内政部是执行单位 如果内政部可以自行的更换替换概念 然后自作主张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筹委会要废掉了呢 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意向 或者我们的国庆意向 重新恢复在我们今年的国庆上 这是大家最大的期待 双十国庆是中华民国生日 凸显中华民国的象征意义当然是正确的事情 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之下 尤其立院郭树而造成国庆筹备委员会 由民进党偷渡政治意识形态 让外界多有批评 现在重新韩国院长指示 要凸显中华民国的价值 我想这在中华民国的生日上面 是别具意义的事 这也是拨乱反正 也因此我们真的是乐见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并且我们也希望 各界能够正视重视 在乎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意义 并且能够欢度 113年的中华民国生日 我们共同一起为中华民国喝彩来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